老铁门来拆一拆,这座老房子有多少年没住人了 东家给我指了指路,叫我往上面开 我开着挖机就像人走在很深的草丛里面一样 一边往前面走,一边扒拉槽 生怕一不小心,就掉到坑里面半个筋斗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农村干活也要特别的小心 别人家的地,别人家的树 你要从这里过,就必须得经过商量,同意才行 现在农村的大爷请挖机,都是精明得很 眼前这一栋大别墅,就是这位大爷家里面的 他说他请挖机干活,都花了好几万 在挖机施工干活这一块,他还是比较有经验 所以就劝我最好是别磨洋工 我就跟他说不存在几百块钱的生意,八百块钱的起步价 你这个活也不是很多,干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干完 又不是干很久的活,所以没必要磨洋工 呸呸呸,说错了老铁门,就算干得久也不会去磨洋工 我可不像有的师傅,磨洋工已经很出名了 这个石头真的是太硬了,抠得我脑壳轻痛 石头抠不动,我就跟东家说,可能是因为这棵树在这里影响我 所以我就四指钻挑软德烈,麻绳钻挑细处断 这棵大白树给他挖断过后,瞬间就感觉这里宽敞多了 今天的主要干活内容就是,给东家挖一条排水沟 这些土看起来非常的松散,就是以前挖建房场地的时候堆在边上的 当时也没有计划留一条排水沟 以为围墙修好了,雨水就留在外面,问题不大 没想到这才一年的时间,经过雨水的浸泡 围墙里面都已经渗水了 这就把他急得不行了 赶紧就叫我们挖机过来,给他挖一条排水沟 刚刚东家还在旁边玩手机,想偷懒 我就跟他说,我挖机一边挖沟,底下还有剩余的土 你就用羊枪把它往前面缠 这样才能把沟底清得干净一些 明明挖机后面还可以堆土 但是东家的这个老婆非要叫我往前面堆 我说土堆这么多,很容易掉到别人家院子里面 堆这么多土,下雨天也不安全 他就叫我只管干活就好了,不用我担心 还说挖机站到这个位置的土地都是他家里面的 你们觉得东家这样做对不对 OK老铁们,现在把沟里面的土,全部清理干净过后 不用东家交代,我也知道这个坡比较松散 肯定要用挖斗,全部给他拍紧才行 前面非常的窄,挖机也去不了了 就只能拍成这个样子 这个土东家只管叫我往前面推 我说掉到别人家羊构后面了 他一个劲了跟我说没事没事 我也是服了,都不会换位思考一下 干了两个半小时,终于把这条沟和上面的土全部整平完 干完这里,东家临时又想起了给我安排了一点活 叫我们把挖机开到他房屋后面 把后面的树给他挖倒 因为这棵树已经很清斜,向着他房子这边 就怕下大雨刮大风,把树吹倒过后倒在房子上面 刚好挖机来都来了 就顺便给他处理一下存在的安全隐患 又是每天小赚几百,生活多姿多彩 感谢老铁们的点赞加关注 感谢观看